六大商業銀行 迎今年首次存款降息 五年期整存整取年利率 告別二字頭 我們的活期利率 施降了五個基點 三個月六個月 一年期的利率 施降了十個基點 LP2年內兩次下降 銀行存貸款利率調整 提振經濟 拉動消費 上半年中國的經濟 還是延續穩定增長 持續回升的態勢 特別是在工業增加值 服務修復 利率降了 影響有多大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張玲 今天我國六家 主要的大型商業銀行 工商銀行 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 建設銀行 和交通銀行 還有油儲銀行 都集體下調了存款掛牌利率 五年期定期存款的 掛牌利率跌破2% 全部是1.8% 至此我國定期存款的 掛牌利率正式 進入了1%的時代 六大行降低存款利率 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存款利率下降的同時 我國貸款利率也連創歷史新低 在低利率時代 未來的銀行間的競爭格局 會發生哪些改變 這對於提振消費 活躍經濟又會起到哪些作用 為了這些話題 今晚我們邀請的兩位嘉賓是 中國人民大學財經學院教授 趙希君和央視財經評論員 劉哥 歡迎兩位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 今天相關的政策以及市場動態 今天早上一開門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等的多個網點 就開始更新了人民幣存款利率表 從今天開始我們的利率就開始有所調整了 我們的活期利率是降了五個基點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期的利率 是降了十個基點 兩年期 三年期 五年期的利率 是降了二十個基點 其他的存款利率也有所調整 從今天開始存入的存款 就按照現行的利率走 之前存入的存款是不受影響的 記者注意到 今天六大商業銀行存款利率 下調的幅度是一致的 調整後 除了有儲銀行的部分存款利率稍高之外 其他各家銀行的存款利率是 活期存款年利率 百分之零點一五 整存整取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期利率分別是百分之一零零五 百分之一零二五 和百分之一零三五 兩年期 三年期 五年期利率分別是百分之一零四五 百分之一零七五 百分之一零八零 此外 零存整取 整存零取 存本取息利率也都是下調十個基点 從2022年9月開始 包括六大商業銀行在內的各家銀行 已經四次下調人民幣存款利率 今天的調整是今年的首次調整 截至今天中午 十二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以及各家城商行 還沒有發布調整利率的公告 今天工農中建交由六大國有銀行 是下調了人民幣的存款掛牌利率 這也是今年以來大型商業銀行 首次下調人民幣存款利率 那麼這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 接下來其他的股份制銀行 是否會跟進呢 先請趙老師跟我們來分析一下 因為直接下調利率的話 對於商業銀行來講 就是降低了它的資金的使用的成本 我們知道商業銀行的話 它的一個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就是存款 那麼也是它的最重要的業務 那麼存款的話 它有一成本就是利息 而利率的高低呢 是決定了它要支付給存款人利息的多少 那麼調降這個市場的這個存款利率 實際上就是商業銀行可以少付利息 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 那當然在其他條件不併的情況下 它會有利於商業銀行說 增加收入或者說會減少成本支出 這樣的話呢 對它的這個盈利是有好處的 那這要說到的話呢 就是最近一段時間呢 商業銀行的盈利的空間呢 是壓力比較大的 對 就是這個我們叫這個商業銀行的息差 或者說盡利差在不斷的收窄 收窄的話呢 按照這個普通的說法呢 是商業銀行的盈虧平衡 是跟息差之間的相對關係呢 是在1.78左右 而從上半年幾大商業銀行的情況來看的話呢 這個近息差這個NIM呢 已經降到了1.5幾了 對1.54 就是不太已經不太能夠支撐它的盈虧平衡了 所以呢 降低它的資金成本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會看出來這個商業銀行 開始調降它的存款的利率 而且六大行的這樣一個下調 就是接下來其實對其他的股分值銀行也是一種信號 有示範作用 有示範作用 因為總體 無論是什麼樣的銀行 大行還是小行銀行 它的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存款 對 那麼隨著你這邊大銀行的下調 那麼中小銀行或者股分值銀行 它也會隨即更上 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是說現在的資金使用 它的這個需求呢 就是這個企業上主體對資金的需求 它也沒有以前那麼旺盛 這樣它就會兩邊擠壓 對其實我們也看到從2022年的9月份 到現在各家大行商業銀行 是已經連續五次下調了人幣的存款利率 到這一次五年期的整存整取的年利率 是都有2%下調了1.8% 也就是說我們說 進入到了一個1%時代 劉老師覺得這會是一種趨勢性的變化嗎 對 那麼因為你貸款的利息的話呢 是在不斷的下降的 那麼週一的時候這個RPR 也就是我們銀行的市場報價 這個利率的話呢 下降了以後 那麼大家說那個銀行 尤其是大銀行 肯定要跟進 因為對於西差來說呢 大銀行的依賴程度更高 我們來看一下 工程中間這四大行呢 到目前為止呢 他們的利息收入呢 還佔到總收入的 70%到80%這個區間 你像有儲銀行就更高 已經超過80% 相對而言呢 你像招商銀行啊 一些股份制商業銀行呢 要低一些 但是也佔到60%多 那麼這個佔比的話呢 要遠遠高於 國際上一般來說的話呢 這個大銀行呢 它的西差的這個佔比的話呢 一般也就是50%左右 所以我們的銀行 我們很多年前一直的話呢 試圖讓我們的這個西差的 在總收入裡面的佔比降下來 但這降不下來啊 這麼多年來的話呢 主要還是靠西差 所以現在呢 如果要是貸款利率 我們要讓它降下來 要服務實體經濟 所以呢 存款如果要是利率的話呢 不往下降的話呢 那麼銀行真的 就是說就以後很難經營 所以的話呢 現在相對啊 他們要給他們降低利率 讓他們能爭取利潤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在一定程度呢 銀行一定要想方設法的 保住自己的這個西差 嗯 沒錯你剛才提到LPR 也就是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7月22號的時候 LPR的一年期五年期以上的 都下行了十個基點 這也是年內第二次降息 那當時就有人說 接下來存款利率 就會來進行下調了 趙老師來跟我們大家講一講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 市場化的調節機制 實際上的話呢 這個存款利率的話呢 我們現在是一個有各個商银行 自己掛牌來決定的一個調節 但是幾大商银行之間 它都會有一個相對的一個協調的做法 不會說我一加降其他的不降 它都會有一個協調的做法 因為它有個市有個市場的 一個運行的公平的問題 貸款利率的話呢 我們現在實施的是一個指導性的一個 一個價格市場同業 LPR這個同業最優的這麼一個優惠 實際上就是說 對於最好的客戶的一個貸款的利率水平 但這個利率水平的話呢 是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協調機制的 這個機制就是由我們這個主要的商業銀行 共同來商量來根據你貸款的需求的情況 和前一個交易日的貸款的這個情況 來確定LPR 但是也跟中央銀行的引導有關係 主要是跟中央銀行的這個中期的 接待便利的利率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一個介意政策引導和市場 決定之間的這麼一個傳導機制的利率 但是這個利率的傳導的話呢 它直接會影響到市場的所有貸款利率 所以當貸款利率下行 LPR下行 意味著政策利率是引導下行 同時也意味著隨後 這個銀行商業銀行放貸款利率為下行 然後剛才講到的就是 它會擠壓你銀行的存貸的利差 減少銀行的收入 當銀行收入達不到一定的要求的時候 可能出現比如虧損的情況下 那麼帶著存款利率也會下行 那你剛才講到了 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這個時代了 那我個人預期的話呢 就是這以後可能利率會進入到一個 比較低的這個狀態 無論是存款利率也好 貸款利率也好 都會進入到一個低利率的時代 對網上其實有很多網友 在關心這個政策變化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 會不會進入到一個低利率時代 您覺得未來是怎麼樣一個趨勢 該怎麼定義這個低利率時代 對我個人理解是這樣的 就是進入到低利率時代的話呢 因為這個貸款利率也好 存款利率也好 都會低於二 在二以下 那麼至於說低到什麼程度 那沒有下限 有可能會走向美國上一個階段 加息之前的0或者0.25等等 日本甚至有些時候 它還會進入到負利率的時代 我們看到日本和歐洲 曾經有這個情況 那麼為什麼說也進入到低利時代 一個是它已經下降到二以下了 還有看它 這個往後的趨勢是什麼樣的 那我們看起來的話呢 目前我們仍然需要 來降低融資的成本 為企業為市場主題來創造機會 就是通過降低這個利率 來刺激投資和消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往後還是需要的 另外的話呢 從外部因素來看的話呢 我們還是需要 就看到了外部因素的話呢 也是在逐步的好轉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也有市場預期說 美元也有可能在9月份 會也會降息 這樣外來的壓力呢 就會少一些 對我們的空間呢 就會大一些 所以再加上物價 現在相對還是比較低的 這樣這個低利率的這個 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大了 所以利率下調也是一種 經濟刺激的方式 對 降低利率呢 其實就是降低 經濟運行的總成本 因為尤其在我們國家 我們是靠間接融資為主啊 就是銀行的這個錢的話呢 對於企業 尤其是很多中小企業來說 它的生存和發展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成本高了以後呢 對於這些企業的借貸意願 就不會強啊 那麼現在你看通過這段時間的這種 不斷的降息 那麼現在呢 你看我看到的數據啊 包括一個那是高科技企業 一個是小微企業 它的貸款的這個增長速度化 都非常快 達到百分之十六點幾啊 那麼這以前的話呢 如果要是你保持很高的融資成本 那大家就不借錢 所以呢 現在你如果進一步的降息 就能夠降低整個社會 經濟運行的成本 那麼大家呢 也有意願再進一步擴大再生產 所以呢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 隨著這個存款利息 貸款利息的進一步的下降 對於整個經濟的這種 持續的發展的話呢 是有好處的 有一個傳導效應 對 那我們看到7月中旬 國家統計局是發布了上半年 中國經濟運行的成績 但具體的數據 是最能反映經濟的溫度的 我們一起再來了解一下 從工業看 上半年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百分之六 工業生產較快增長 裝備製造業支撐作用明顯 3D打印設備 新能源汽車 集成電路產品 產量同比增長較快 從服務業看 上半年 服務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百分之四點六 現代服務業發展良好 從消費看 上半年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二十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億元 同比增長百分之三點七 服務餐飲消費增速較快 從投資看 上半年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二十四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億元 同比增長百分之三點九 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較快 上半年 中國的經濟還是延續穩定增長 持續回升的態勢 特別是在工業增加值 服務消費 外貿出口 製造業投資 還有高性技術產業等發展方面 表現亮眼 由這個新資生產力 吹升的新動能不斷的壯大 經濟整體表現出 向心而行的良好態勢 我們仔細看這份半年報 不難發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固定資產投資都有所增長 可以說國內的需求在持續的恢復 那今年上半年呢 存貸款的利率也是頻繁的調整 那麼這樣的信貸政策調整 到底對上半年經濟起到了 哪些支撐作用 聽一聽兩位的分析 嗯 實際上的話呢 這個利率的下行呢 無論是存款利和貸款利率 都會起到資激經濟的作用 因為這個利息呢 是資金的成本 如果是說 對於存款來講 那麼它就是一個投資者的收益 或者存款人的收益 所以當貸款利率下行的時候 那意味著資金使用的成本降低了 就企業它貸款 它的成本會下降 那有利於企業 所以我擴大投資 起刺激投資了 但是是否真的企業擴大投資 那具體效果怎麼樣 還要看企業有沒有好的項目 這個項目有沒有貸款的需求 如果這好項目又有貸款的需求 那麼就會降低成本 它會有利於擴大投資的 同樣因為它的利息 還是這個居民或者存款人的收益 或者是收入的這個一部分 那如果是說 降低了存款利率 那居民可能會減少存款的意願 它就不少存款不存款了 但是啊 是不是啊 省出來的錢用於幹消費 那也要看具體的情況 如果說它有別的選擇 比如說基金啊或者理財啊等等 能夠替代這個存款 那它可能繼續把它投在理財 基金上投它也不一定消費 那當別的收益也不高的時候 那它可能會擴大消費 就刺激消費了 一方面刺激生產 一方面鼓勵消費 對 那麼因為現在呢 在這個降低的話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就能夠緩解這個儲蓄增長速度過快的 這樣的一種勢頭啊 因為這些年呢 尤其最近一段時間 就是儲蓄的增長速度呢 是比較快的啊 就是2016年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居民儲蓄啊 在總的存款裡面的佔比呢 是39.7% 到了2023年的時候 就增長到了48.2% 那麼今年的話呢 就增長到了49% 那麼而且從速度來看 今年上半年的 我們的總個存款總額呢 增加了11.46萬億 但是其中呢 居民的存款 就增加了9.27萬億 也就是說 居民的存款的增數 達到了總存款增數的80% 那麼這個存款速度增長的太快 它肯定在一定程度是 是不利於消費的 而且呢 有一個調查 持續比較長時間長的 一個調查呢 顯示呢 在2024年一季度的時候呢 有61.8%的人呢 他們的意願 就是說還會更多的增加儲蓄 那麼這個數字呢 在幾年前啊 那麼只是 百分之42.2% 2017年的時候 只是百分之42.3% 所以呢 你現在呢 就是大家的這種 更多的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吃利息 那麼就不如的話呢 有更多的錢的話呢 進入到市場裡面來進行消費 所以呢 在一定程度上 我們現在呢 就是能夠減緩這樣的一個 儲蓄持續增加的一個勢頭 嗯 我們再來看一看 之前的幾次存款利率的下調 都是12家 全國的大型商業銀行 是率先實施的 然後是12家股份行 再有是承商行 還有中小銀行 陸續跟進啊 那很顯然 整個銀行業的格局 在信貸政策的調整下 趙老師覺得 會不會發生一些改變 從目前來看的話呢 這中大型銀行 股份之商業銀行 中小銀行 這麼一個格局呢 估計不會有太大的 根本性的變化 那我覺得大型銀行 可能還是仍然是起了一個 很重要的領頭和主導的作用 在這個利率的調整過程中間 因為它佔的市場份額 是很大很大的 那麼股份之商銀行呢 它的靈活性比較高一些 它可能會有些靈活的做法 不一定完全步調一致 但是它也會 按照市場的整體的運營情況 來跟進 那麼對於這些中小銀行的話呢 那它就分次不齊了 有的銀行它可能會跟進 有的銀行它可能會有變化 因為中小銀行 我們現在看起來的話呢 它們之間可能還有一些 這個併購啊 這些調整啊等等啊 不同的銀行可能有不同的考慮 但是大體上面 還會跟著這個步伐來走 這個格局的話呢 還會延續下去 但是總體來講 我個人理解 隨著我們利利的形成機制 體制的改革不斷的深入 那麼利利作為一個 政策工具的使用 它會越來越廣泛 那有可能利利工具 這種價格性的 貨幣政策工具的話呢 會替代我們傳統的 這些數量性的工具 變成一個我們以後 這樣經常使用的一個工具 對 配合降息呢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些 其他的措施 就是說要進一步 把消費的潛力挖掘出來啊 因為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啊 整體上我們的GDP增長是5% 但是呢第三產業增長的是4.6%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是3.7% 乘汽車的消費增長是3.3% 也就是說和消費相關的 這樣的一些增長速度的話呢 趕不上GDP總的增長速度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說那如果要是有更多的資金 能夠願意進入到消費市場裡面啊 當然降息是一部分 因為降息的話呢 因為這個利息這一部分的話 還有很多人比如房貸對吧 那麼還有這個一些消費貸款 那也承擔的比較高的利息 那我們現在呢整體上 居民的信貸的總量呢 現在是145萬億 那如果要是降低一個百分點 那就有騰出來1.4萬億 那可能進入到消費市場啊 嗯好謝謝 謝謝兩位嘉賓帶來的分析 歡迎回來 二世界三中全會提出 要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 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我們看到隨著利率市場化水平 不斷提高和利率傳導機制逐步健全 市場主體的融資成本 正在有序下行 這次銀行主動下調存款利率 則有利於銀行方面 減少利息支出 緩解存款長期化問題 穩定銀行負債成本 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可持續性 對於居民的利息損失 有專家表示可以通過 理財基金等多元化的資產配置方式 予以彌補 儘量確保資產的綜合收益 好的這就是今天的樣視財經評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